我们都知道太阳系内有八大行星,对于排名较前的内地行星,我们都比较熟悉,但是对于离太远较远,被排除太阳系八大行星之列的冥王星,我们了,谨慎少。 随着科技的发展,人来像冥王星的发射的探测器也越来越多,2015年7月14日,美国宇航局发射的新式野号探测器飞略冥王星,成为人类首颗导导,冥王型的探测器,通过对探测器返回的数据进行分析与计算,科学家发现在冥王型空转一圈, 要花90465个地球天,或者247.68个地球年,自人类发现冥王星以来,它,才转了三分之一圈,冥王星表面覆盖着大量冰层,其中包括冰冻蛋和甲丸,行星质量是由三分之二岩石和三分之一冰水构成,紧缺的将是一颗带有冰壳的岩石星球。 冥王星相对较小,仅有月球质量的六分之一,月球体积的三分之一,冥王星已知的卫星总共有五颗,从理论上来看,不同行星其公转时间不尽相同, 因为每颗行星的体积与其,距离太阳的距离都是不同的,冥王星有着椭圆形的绕日轨道,科学家认为,冥王星公转的速度较慢,与冥王星距离太阳距离较远以及星球体积有关。 在近些年的探索中,科学家发现冥王星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冷静,冥王星上也存在着与地球相识的均略地表,或与星球地壳处大冰流动有关。 由此,科学家证明冥王星内部地壳曾发生或运动,虽然冥王星与太阳距离较远,但冥王星也是太阳系内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 随着科技的发展,未来我们去往冥王星的时间将大大缩短,我们将可以进一步了解冥王星。 小伙伴们觉得冥王星上到底有多冷呢? 辉哥,我一定会是秋库加雨龙福单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